Hello大家,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收集一些爱马仕的相关信息的时候会通过哪些渠道呢 其中一个渠道吧,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某一款包它在专柜的原价是多少 一般来说如果有小票的话就很方便了 即便是有其他国家的货币我们可以兑换一下就知道人民币的价格大概是怎样的 那有一些呢可能不是特别容易见到小票 比如说像一些包款本身就比较少 今天有一位观众在我之前发布的Capacity45那款包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那期视频的下面问我这款包的国内售价是多少 这样的问法的话应该是问国内的专柜价是多少对不对 那像我说的如果有小票就很好办了 这款包本身就比较少一些 可能一些信息可以通过比如说寄卖客人或者是一些有经验的前辈啊 那这款包的确是非常少可能经手的人也并不是很多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小某书上面搜索一下这一个包款的一些发布 在他的发布或者在评论里面有可能就会看到他的专柜的价格 据说这款包专柜价格是6万左右 但是我当时记得隐约记得是5万多 5万多的价格 当时如果说6万多的话应该是带着一定的溢价 那又因为那个包是2019年前后应该是19年出品的 所以呢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应该涨价也涨到6万多了啊 专柜价的话涨到6万多了 那现在专柜有没有再出就不太确定了 那款包它的皮革呢采用的是Hunter皮啊 这款包如果没有概念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爱马仕的Herbag 它的顶部的皮革是比较硬比较厚 当然重量也是非常重的 当时应该是有给他做过称重啊 它的重量不容小觑 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朋友们会喜欢这种特别有手感的 反馈特别好的包款 那它的重量呢也是它的一种材质 是非常优良的特点之一 如果现在让我回头再聊那只包的话 我觉得那只包是可以适配非常多的场景的 本身它的外形呢就是偏制式的偏正装的 但是呢它的内袋呢又可以拿出来作为单独的一个包来使用 然后如果两个包结合在一起的话 它的外形非常的硬朗 但是在内袋超过外部口袋的部分呢 又带给我们一些柔软的部分 所以这个包我觉得还是能够适应大部分的场景的 相信在和主人的磨合过程中 主人也会越来越喜欢这样的一款包 不知道我的观众当中还会不会有Capa City 45的粉丝呢 这款包它有一个帆布的变形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马术包 一个深蓝色的深蓝色拼了乌木色 然后内里呢是橘色的内袋 相比全皮的一款它的重量轻了不少 然后用起来呢也会随性很多 非常适合日常出行 所以今天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 这款包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获取信息从哪里能够获得 当然了渠道很多 大家只要愿意去了解愿意去学习 我觉得渠道永远为大家敞开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拜拜